今天说三个事 一件事关于喷水的事 我看有一个视频播放量比较高 就是说在室内喷水是不对的 还有第二个事是关于泥炭土的事 说泥炭土比较难用浇水浇不透的事 第三个事就是关于浇水的事 浇水这个事有个博主说什么呢 就是不能够跟你说定期浇水的那个 是养花的体量不大 就是说必须要定期浇水的这个 关于这三个事 那么一个一个剖析 喷水 首先我跟大家说 我们大棚里面在搞养殖的时候也会去喷 不过我们的喷和你们的喷不一样 我们的喷的话不是用这种喷零 现在不是用这种喷零了 之前那时候用这种喷零 因为这种喷水的话有缺陷 它喷得不匀 我们室外的话还是再采用这个 因为是大力出奇迹 因为在室外浇花可能一盆一盆浇 这个就不太现实 现在我们棚里面这个就用上以后 基本上现在就没有什么了 基本上不怎么用 喷水这一块 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增加空气湿度的时候 会用喷雾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一个喷嘴 它喷的是雾很细的那种水珠 我们喷大概一分钟或者半分钟左右 我们就会停了 去给它增加空气湿度 人家那个博主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在室内喷水的时候通风比较差 如果喷的水比较多 页面上会停留小水珠 时间长了会给真菌营造一个环境 这个是对的 所以说话我们喷的时候 你想要增加空气湿度 想要润一润叶子的话 最好是用纯净水 最好是用细粒的一个喷雾的状态 不要大量的去喷水 好吧 这潜力团的通风上 你如果室外通风很好 还是那句话 可以用喷零 这个不影响 关于泥炭土呢 我跟大家说 泥炭土这个东西呢 大家收到货以后呢 它都是一个槽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整包的 它也是这样 这个呢 是品式的一个品牌 我给大家稍微打开看一下吧 扣一个口 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从里面稍微取一部分的吐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都是这种潮乎乎的 都是这种潮乎乎的 有话说光是品式这样 不是的 我给你们再拆两个品牌 这个是大汉的老K 这是大汉的老K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大汉的老K 也是这种潮乎乎的 不过它相对于品式来说 它没有那么潮 你们可能从视频里面感受不出来 这个就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潮 好吧 看到没 这个里面其实是很潮的 由于这个地方 它老是晒着的事 这个就是沃松的了 沃松的可能质量就没有那么强硬 你看它有渗出来的水质 其实它们这个也是潮的 这样你就看出来了吧 这里面都有长毛 这就是潮的 这就是潮的 看到没 一旦弄这个呢 说是浇水浇不透的 你如果说一旦干的特别透 如果说轻易的那么浇水 它肯定是浇不透的 所以说呢 老K一拌的土也好 干什么也好 我们会往里面加入一些珍珠盐 制食和火山盐 增加它的一个倒水性 不加椰康是为什么呢 椰康便宜 不至于说是咱们加到 咱们这个销售的这个土里面去卖 你想省钱你可以自己加 还有松针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在生产的时候 我们又会加一些个叶康和松针 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所以说你要盖着这个点 不是说不行 是行 但是咱们没必要 对吧 就打个比方说 我卖牛羊肉 水是好东西吗 生命之源 你不能说水不行吧 但是你往牛肉 牛羊肉里面加水 这就不对了 第三个事呢 就是有人说浇水必须得定期 什么几天浇一次水 几天吃一次肥 这个样子 我跟大家说 浇水它真的是不能够去按照周期来的 因为通风条件 包括光照条件 包括温度条件不一样 浇水没法受到定期 我们是大规模的养肢 它不是说很小的一个规模 二百六十亩也不算很小了 也不是说规定 跟那个谁谁几天浇一次 我们都看状态 是吧 你一个是看盆土干不干 看叶片捏不捏 盆土干了 叶片捏了 你该浇水的时候 你就浇水 是吧 干透了一定要浇透 一遍浇不透 浇一遍以后呢 你再回来再浇一遍 两遍水 它肯定就浇得透了 泥炭土也是这个道理 尽量的别等 干了特别透的时候 它叶子略微打尼摸着干了 抠进去 你像这样 好多话不知道判断干 你把手抠进去 对吧 或者掂掂盆盆子 不就OK了吗 好了 这三件事给大家说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爱到我 或者是跟我说 不是老花一 点花最在一 就不是 就点个赞 嗯 白了